感谢你本一票给李燕秀的祈福了 谢谢你们 谢谢李燕秀的加油 你加油更努力 民众开心的拥抱李燕秀 恭喜他顺利当选 经过持续不懈的努力 国民党立法委员候选李燕秀 顺利几败强敌重返立法院 选后立即以市场扫街卸票方式 亲自向每位支持他的港湖乡亲 表达诚挚的感谢 李燕秀表示 回到立法院将着重在国人最关切的民生议题 包括食安五环 富佑福利 校园安全 毒品诈骗 及长照政策等 民众其实关注很多民生的法案 怎么样让港湖的乡亲在港湖生活更好 食安的政策 怎么样长期食安的问题 其实食安五环在过去蔡政府任内 其实破了好几个大洞 怎么样去做补强 还有我在这次政策上特别提到 过去大家都喊0到6岁国家养 那我们希望延伸往下走 从怀孕到6岁国家养 那包括毒品滥用的议题 还有校园的安全 还有诈骗的议题 那这些政策恐怕都是我们在 回到立法院之后要立即推动 还有包括我长期在提 长照的政策怎么样 我们做更完整的照顾 还有包括我们现在家长们关注的 这个幼稚园云端设置的议题 怎么样放心的双新家庭 让孩子能够进入幼儿园等等 所以我想这些都是立即要处理的政策 林燕修会回到立法院 马上赶快 其实还没就任之前 我们已经陆陆续续在做 马上进入立法院第一个会期 要提的相关的法案跟工作 另外在地方建设部分 林燕修表示 乡亲们最关心的就是交通问题 台北市长蒋万安 日前已与他联系取的共识 他将督促中央加速捷运民生细子线 及环状线东环段的捷运工程进度 还有重建港前大桥等 希望彻底解决困扰港湖区多年的交通问题 港湖的建设恐怕相信 关注最多的就是交通的问题 如何协助蒋万安 在包括明溪县的部分 还有东环段的部分 可以如值如期的完工 预算的跟中央的配合 还有包括我们在一些交通建设 港前大桥 相关的一些配合款 中央可以给予的一些相关的配合款 蒋万事实上在前几天 都有跟我个别通过电话 有哪些事项需要我们这些 台北市的立法委员 接下来协助蒋万的地方 我想我们就是一个台北 team 我们会立即的赶快去做一些沟通 回到立法院立即做一些意识上的处理 务必让这些重大工程能够顺利的罚包 能够如值如期的完工 每一票的支持 感谢大家 每一票给李燕修的机会 从城至今从未离开港湖 李燕修表示 进入立法院会秉持初衷 每一天都努力地为民众打拼 监督行政部门做好各项工作 让民众所关注的法案及政策都能实践 记者张旗腾 台北报道 OK